不管是在哪一个国家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寺庙,就拿我们中国来说,每一个城市的景区都会有或大或小的寺庙,因为很多寺庙从古至今也是一直扎根在中华大地上,为了求个心安,不管家里的大小事都会拜个佛,烧个香,祈求来年风调与生。 因为自古以来留下的建筑,去寺庙的时候是有很多禁忌,不能触犯的,特别是拿出手机拍照。 幸运期人们离不开手机,不管是什么事都喜欢发朋友圈,但是很多寺庙都是禁止游客拍照,不仅是对佛祖不敬,还有一下几点。 第一,出于对佛像自身的保护,现在出去游玩基本上都会带着相机或者手机,手机还好,自己带的闪光灯没有专业相机的,美光灯强烈,但是在拍照的一刹那,美光会对佛像上的金箔产生一种伤害。 因此很多寺庙出于对佛像自身的保护来考虑,因而禁止游客拍照,毕竟有些寺庙很珍贵。 第二,就是版权问题,是的,你没有看错,寺庙也是有版权问题的,一些佛像本身都十分珍贵,和人类一样也是具有肖像权。 如果想要拍照,还必须得到版权持有者的同意,这是最起码的尊重。 不管是去哪里旅游,都要事先了解当地的禁忌,有些事情是万万不能触碰的。